五十一了 五十一了 那还得叫你妹妹 我是姐姐 我知道 知道吗 我知道 我六十几啊 六十多了反正比我大 错了 我五十多了 我五十五 五十五了 我这五十五的年龄 就不然让说六十了 跨上那个时代了 我1959年出生 我说我妈你再晚生一年 我就是六零后 我现在弄到九零后 冤死我了 对不起 一小子 妹妹你来找什么人呢 找我的妓子 钱彬 妓子就是你的 不是你生的孩子 不是我生的 你多少年前跟他分开的 二十二年前 二十二年前 那个时候他多大 他九岁半 九岁半 怎么分开的 因为带着两个孩子 我有一个儿子 那个时候有一岁多 带着兄弟两个 到黄石市去看我的老公 在回来的途中 好 不几下 我可以理解 时间是一只创伤 其实不是 真的不是 我好久才都严厌了 二十二年了 我问你啊 这个妓子是 就你是捡来的呢 还是你老公带来的呢 是我老公 跟他前妓孙养的 也就是说 他的爸爸是亲生爸爸 亲生爸爸 去看他亲生爸爸的路上回来 回来的途中 没有赶上我那个时候的船 然后来他爸爸提议 他说 救过我们四个人 照一张钱家符 在照相馆里面丢失了 在照相馆 照是没照的 没照 没照就丢了 怎么丢了 他在外面玩 就是我们起钱玩 玩着玩着 我们也没在意 他怎么溜出去了 后来喊照相的时候 喊前面 我的前面 照相 我就喊着喊着 一看没见着孩子了 就刚刚还在这里 就几分钟的时间 就没见了 就那样丢了 从那到现在 就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当中你找过吗 找过 跟我老公两个人 在黄石找着找着 找了半个多月 没有结果 我在黄石找的时候呢 我真的难受死了 我真的三次 差一点被那个车子给撞死 神志不弃 我们又不敢回家 为什么 爷爷奶奶在家 我的养父养母 你的养父养母 回家是怕你的养父养母埋怨你 埋怨我 还有乡亲们 我面对不了 怎么面对不了 乡亲们说你 我带两个儿子出门 现在一个儿子回家了 尤其是那个 不是亲生的 对 弄丢了 那如果可以换的话 你愿意把你自己的这个孩子丢了吗 情愿把他丢了 要是能换的话 能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可爱的 我真的不像别的什么建设部里面 那个后妈的那种嘴脸 我们就像亲模子一样的 特别能理解她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后妈 你是后妈还是你的妈是后妈 是我自己 你是个后妈 你带给了别人的孩子 是我先生的女儿 她和前妻的女儿 多大 开学就是高中生了 所以说我特别理解她的情感 就是宁可自己受伤害 或者说亲生儿子丢了 我都想把这个孩子换回来 因为大家知道 社会上对后妈的印象 好像都像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 时时刻刻想着害着孩子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 我们就更想做得好一些 更是百倍的用心和细心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 如果这事发生在我家里 我觉得我都没法面对我丈夫 所以说我的心里跟她一样 现在真的像用针扎一样痛 我真希望这扇门打开之后 这孩子可以回来 这样也让她的这种煎熬结束 我相信今天的节目 也让所有人都相信 真正的爱是超越血缘的 这个孩子丢了以后 你跟你老公之间多少年了 也很多话 无法彻底意义上的沟通 是这样吗 你老公今天也来了是吧 对 我们今天一起上来 他愿不愿意来 他愿意来 他初年冻风了 弟弟也来了 弟弟也来了 弟弟和爸爸我们都请上来好不好 这是亲爸爸 觉得他对你儿子好吗 说心里话 好 很好 我节的时候 特别是冬小节的时候 可以 先让我孩子 需要冬小节的时候 来 帮我的天就能说 对三个月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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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人媳妇啊 小孩子你先躲出来 让他们一家 先把当年那张照片给抵下来 上尾来 上尾上中间 来 先拍一张照片 当时是不是你记不记得 你在照片馆秀的 记不记得孩子 记不记得 你记得 那给孩子办出来 这不算不计事啊 啊 现在还调皮吗 现在长大了 我待会儿审你 骗个漂亮的媳妇 来 先拍张照片 来 请我们钱座 看你上来 来 这吃到了 好 这叫第二张 上来别走 来 来 给家里有床 拍张照片 你帮我妈妈有印象吗 看一看我 我们看一看我 这不好吃 吃得超好 你看这很香 很香啊 很香啊 这个是你后妈 但是我还没轻骂 还惦记你 刚才形容你的 我是不过儿童的眼睛啊 就酸不酸眼睛 在这里说 你看看 一眼睛毛卷 那一笑嘴里都吊涮了 我来说流口水 你这后妈 说你那个眼睛 还没看过啊呀 我一看 什么呀 你从不吹发吹嘛 但你后来离开家之后 你走上了什么样的 幸福是母 刚刚是 就是那个 到时候做火车 你自己小号车 对 他说他不算没拐的 扒了火车以后就放大 后来 那个 后来遇到了 那个一个好心人 然后他是说 帮我找 然后把我带到他家里去 还给我衣服 给我穿 当时我感觉到挺 挺好的 后来当时他帮我找了 一段时间没找到 给我点钱呀 为了什么 就是要饭 要 之后都 要饭嘛 要了一段时间之后 后来 之后在一个车站 遇到了 遇到了我 就是我现在的养父 那个养父 养母看我挺可爱的 然后让我叫爸妈 我就叫了 然后就把我 留下了 遇到现在 对 他怎么遇见 这么漂亮的小女孩 在西安 那个买东西 他是超市的 买东西 遇到他了 然后就 经常去逛呗 这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无论有多少血缘 无论有多少亲情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 来大家鼓掌 感谢他们一家 也祝福他们一家 继续诉说中常 跟我们说再见 这又一次让我看到 这个后妈的 那种光辉的人性 光辉的母性 祝福他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